大家好 今天是11月6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BIC衛生官員 今天繼續公布最新的新冠疫情數據 省外新增589種確診病例 一共17,149人確診 今天幾日增個案將近600宗 再次創下本省新高 當中402宗來自菲州衛生區 146宗來自溫哥華沿岸衛生區 而目前有3,741宗活躍個案 其中104人需要住院 包括28人在深切治療暴留醫 另外有7,887人因為曾暴露於染治個案 而正受公共衛生監察 省內再有2人疫亡 雷近人數增加至275人 而至今有13,035名患者已完全康復 省內還有6間醫療護理設施爆發疫情 另外有一間設施的爆發宣告完畢 目前全有活躍個案的醫護設施有35間 錄市的皇家內陸醫院 星期二報出因為有建築工人確診 所以宣布新就診大樓的建築工程停工 省衛生部門今天宣布這個建築工程的工地爆發疫情 但內陸衛生局星期二表示 今次暴露僅限於一群工人 並指醫院員工和病人不太可能被感染 另一方面 省首席衛生官亨利和衛生廳長迪德安在聯合聲明中 再次敦促省內的各行各業嚴謹遵守抗疫安全指引 審視企業的營運計劃 確保採取一切措施保護顧客和員工 並呼籲顧客和員工在出現病徵的時候安在家中 以及在室內戴上口罩 亨利和迪德安明天也將召開緊急發佈會 這是自3月以來兩位首次在星期六召開疫情發佈會 其他省份的疫情方面 阿省的確診病例增加至31,858宗 安省有8萬1,693宗 呼散有1萬2,189宗 全國的確診中額達25萬5,809宗 疫毛人數方面 阿省至今有351人死於疫症 安省有3,209人 呼散有6,403人 全國的疫毛人數達1萬435人 худ就v 我肯說 她是os 我肯問 那 你 啊 我我 警方不排除是仇恨罪案或是存有種族動機 第一宗發生於4日下午4時半左右 受害人在Granville及Helmkin暴行時 被一名不認識的男人揮拳打到個被道 事主先跌倒在地上再爬起來 然後找個安全地方報警 疑犯是一名20多30歲的白人身高有6呎 第二宗發生於5日 事主在West Georgia Gap Citadel Parade街 走進去拿車的時候 遭有名男子向他的臉吐口水 而反身高5呎5吋或者是6吋 黑色或者是中色的頭髮 頭髮的長度去到肩頭 更有機會獲得豐厚分紅獎勵 快撥打溫哥華熱線電話 236-412-1085 特勒斯市府職員兩天內三次更換停車路牌 因為有人在路牌上面塗上了納稅象徵的標誌 根據該市府的發言人透露 市府在星期二收到通知 指在Monroe Street Gap Davis Avenue十字路口的一個停車路牌 中人惡意圖鴉 路牌上面噴有納稅黨的黨徽 市府職員隨即在當日將路牌更換 但在同一處的路牌在第二天再出現同樣的圖鴉 市府職員也只好再次更換路牌 此外市府職員也在星期三發現 Airby Street Gap Loan Avenue的一個停車路牌也被圖上納稅標誌 路牌也被職員更換 特勒斯市長Carol Leklec透過聲明表示 他對這種行為滲入該社區感到失望和沮喪 特別是在全球的仇恨行為都只是在增加的時期 他強調特勒斯市的社區不會容忍這類行為 快點來Lens Sound Center的柵能聽力中心找李智蓮博士談談吧 維多利亞市警兩星期前檢獲一批高龍 高龍道芬泰勞 指這批芬泰勞和有組織毒品走私有關 據維多利亞市警昨天公佈 警隊的雷霆小組在10月21日 和大維多利亞緊急應變小組合作 在Dallas Road的一處 拘捕一名有組織毒品走私的疑犯 期間檢獲一公斤含90%芬泰勞的毒品 警方預計這批高龍道芬泰勞的批發價達14萬元 市面售價則可高達數百萬元 而這批毒品可以供應49萬5千劑致命的劑量 雷霆小組早在本年7月已經開始調查一宗有組織罪案 而經過幾個月的調查 警方發現一個高龍道芬泰勞的供應鏈 並在10月採取拘捕行動 被捕的疑犯將面對幾項走私毒品的相關控罪 警方也將向另外4個大溫居民提出同類的控罪 位於維多利亞的酒店 Capital City Center Hotel 昨天發生大火 消防部門說火勢相當嚴重 造成至少6人受傷 一個住在套房裡的男人報警 說自己已經武裝 並且會傷害自己 消防人員到場的時候 這間套房已經在此起火火勢馬裂 事件中少6人受傷 一個人手臂被嚴重燒傷 其他包括警察將累的幾個人吸入濃煙不息 卑士房屋局說酒店裡有84家客房 為無家可貴人士提供住宅 而今次的火警並不是來自這些房間 局方也正在為他們找代替的住宅安排 警方認為起火原因有可疑 並且在疏散過程中 找到一開始報警的男人 警方根據《精神健康法》將他拘留 並送往醫院接受治療 素利王佳琪警正在尋求公眾協助 希望可以找到一名涉嫌和男素利 其中故意惡作劇 而令到他人財產受損的男子 警方說這個男人在2019年10月26日 四次被人發現 在154階388號路段進行惡作劇 每次都被住宅的保安攝錄機拍到 任何有思索的人士 可以致電604-599-0502和王佳琪警聯絡 大家好 我們是明報加拿大發行部的同事 在現時疫情嚴重的情況下 我們知道你不一定方便出街買東西 所以明報現在提供送部上門服務 每天把明報送到你家門口 如果你需要我們送明報到你家 只要打個電話通知我們就可以了 我們的電話號碼 溫哥華是604-247-4278 就是逼他說美國大選的事 今次記者不是直接問他 認為誰會贏得大選 而是問他 美國大選到現在還在點票 就有人煽動暴力行為 他怎樣看 他說 我對美國人有信心 我對美國的制度有信心 我現在要保衛的是 加拿大的短期和長遠利益 和加拿大人的價值觀 總之杜魯多就是不表態 兩邊不得罪 杜魯多作為旁觀者當然是不表態 但是作為局內人 拜登和特朗普就不一樣了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說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預備今晚在電視的黃金時段發表講話 CNN說 他可能會發表一場被認為是勝利的演說 不過內容仍然取決於大選各族的具體情況 美國大選點票結果今天出現了新形勢 拜登第一次在賓夕法尼亞州領先於特朗普 他的得票率是49.4% 而特朗普的得票率是49.3% 這個州的點票工作已經完成98% 拜登現在領先超過5000票 接著發尼亞州一共有20張選舉人票 無論你認為拜登現在得到的 是253張選舉人票 還是264張選舉人票 只要在這個州一贏 拜登都會得到270張選舉人票 拜登今晚才說話 特朗普昨晚已經搶先說 他說所有合法選票都必須統計 所有非法選票都不應該被統計 如果計算合法選票 我是可以輕易勝出 但是如果計算非法選票 他們就會嘗試在我的手裡偷走這次選舉 但是他並沒有說法提供任何證據 對於特朗普的講話 美國三大電視網絡 即是美國廣播公司ABC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以及全國廣播公司NBC 在特朗普演說開始幾分鐘之後 就終止了直播 質疑他對於有關選舉成訊的指控 是沒有證據的 直播停了之後 ABC的主播說 有關特朗普講話的內容 仍然是有很多事要講明和查證 NBC的主播就認為 特朗普講話裏面有很多項錯誤的陳述 包括質疑出現虛假選票 他說現在都沒有證據證明這些事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和Fox新聞 雖然繼續直播 但是CNN的記者在Twitter上發帖 他說這個是他看過特朗普 自從2016年以來 所有講話裏面最不誠實的一次發現 現在回歸正常生活的希望 都幾網絡在疫苗上 今日總理就和加拿大首席醫療官 譚詠詩醫生在記者會上再次表示 疫苗很有希望 在明年春天就會來到 大家要堅持著 總理又說 隨著冬季即將來臨 將會攔著開槍 加上現在發現病毒 可以經過氣溶膠在空中傳播 他呼籲過民要在室內 嚴守防疫措施繼續戴口罩 而譚詠詩就說 有信心疫苗在春季就會有供應 開始時供應量會較少 各省要自然決定怎樣分配疫苗 誰可以先接種 但他強調疫苗供應之後會陸續增加 他又說 所有疫苗都要先獲得 加拿大衛生部的批准 才會被國民使用 經歷過今次流感疫苗 起碼安省到時的情況會有改善 混過華明天11月7日星期六的天氣預告 預測大致天情 下午時分近水地區會大風 溫度最高有8度 晚上天清 溫度最低只有2度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今日再有在去年示威遊行中被捕的人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監 一個24歲的工程師 涉嫌在去年10月1日 荃灣一條天橋上 向橋下警員擲垃圾桶蓋 雖然沒有擊中任何人 但在受審後 早前被裁定一項襲警罪成 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判刑 裁判官劉淑涵認為襲警是嚴重罪行 而被告除了背景報告的為正面外 沒有足夠減刑的求成因素 最終判他監禁三個月 任職工程師的被告梁文輝24歲 被控在去年10月1日 在荃灣全鋒中心的天橋上 襲擊偵緝難警賴信案 辯方的求情自出 被告的背景報告極為正面 被告是中學文憑市的成績優異 中學老師說他品學兼優 副校長更加是極力讚揚被告 對學校作出的貢獻 但是被告父親需要入住精神病院 病情愈來愈嚴重 被告是家庭的經濟之處 敢法官也都讚賞他對家庭的貢獻 希望法庭盡量輕判 大裁判官劉淑嫻就說 被告在天橋上面 向地面執勤的警員擋垃圾桶蓋 垃圾桶的警員不遠處落下 案情嚴重 社會服務令未能反映被告的罪責 並非合適的判刑 又說被告在被警員制服的時候 頭和面部受傷 也是因為他掙扎自己拿來 劉淑嫻又說 襲警是嚴重罪行 法庭不會故聲和縱容刺登行為 如果不是警務人員 在執行職務的時候得不到報獎 會令到前線人員的士氣大受打擊 必須判處即時監禁 而被告沒有足夠的減刑求情因素 最終判他監禁三個月 反修例運動期間 中大校長段崇智 在去年10月 與學生和校友會面之後 發表了一份公開信 表示對於部分警務人員 涉嫌不當使用暴力或違反人權 警察證後需要予以獻責 四個警察協會的主席 其後去信段崇智 批評他包庇被捕學生 今日這四個警察協會 再到致涵段崇智 質疑他的公開信 引發其後的中大2號喬事件 和近激進行動要求他交代 在今日至段崇智的這封信中說 去年11月 警方在中大校園施放催淚彈後 學生以氣油彈抵抗的中大2號喬事件 是在段崇智發出質疑警方的公開信後 不久之後發生 不禁令人聯想到閣下的公開信 與2號喬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 也難以排除閣下 對涉事學生的聲援 成為黑暴分之及後 採取近激進行動的誘因 問段崇智是否同意自己 需要為香港被推向萬劫不復的邊緣 而負上部分責任 四個警察協會的信件 也質疑學生言論的可信性 信裡面說 承認造謠散播新屋領性侵方言的男子 已經被裁定罪成 曾經公開自稱 遭受警察性暴力的女學生 一直沒有交出具體證據或詳情 質疑她 目的只作污衊警方 及煽動仇恨情緒 說段崇智 感憑被捕學生的片面支持 便公開對警方最虛質疑 呼籲她 先檢視一下自己曾經發行的過失 以回覆這封公開信為開始 給社會大眾一個坦誠的交代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鄭文在2003年加入友善做主播 但原來這份工作不是她想做的事 她說當年自己是被壓入公司 看看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覺得自己被壓入公司 那年沙士找不到工作 真的說真的 那你當時 你當時進去都是想見新聞記者 我見新聞記者 然後她就叫你 不如試一下 她說新聞沒有位 但娛樂正在請 你做不做 那環境難道說不做嗎 然後我想說 怎樣 去到那個環境 有一間有線電視 還要近近的我家 因為他們是全灣 那當然有反應 然後被人騙了 然後被人騙了 完全不是 那當時叫你做 娛樂新聞主播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那你當時會有些抗拒嗎 當然是抗拒 其實我以前不用娛樂版 是嗎 是 我最初做的時候 他們完全罵我 罵到瘋 因為我完全不熟悉 那些人 真是說 很記得外景跑 我真的不懂 因為我都不看娛樂版 我看新聞版 很好笑 我真的經常認錯那些人 有做廠那些 直播那些 黃家強 我讀了黃家俱 他 救命 然後又被人騙 日日被人騙 哇 那時候很抗拒 你做了多少年 我2003年 入KB 我做到 10年離開 10年左右 因為我們一簽就簽7年了 是嗎 對 很恐怖 我以為我入了英王 你知道嗎 中間其實我想走 我去了亞視煙新文堡 請了我 但是那時候 那時候不給 要陪養 不讓你走 那你就走不醒 我煙了亞視新文堡 不陪養 那被迫著留下 那被迫著 那被迫著 你有沒有曾經 都試過 跟這些男人姓 結婚 我想的 但沒有 你以為我不想 但是我 有沒有憧憬跟那些男明星拍拖 沒有 真的沒有 不是 我通常對著他們 都覺得 他們是很 怎麼說呢 我沒有覺得 是真的很好做到朋友 而且都覺得 真的很尊敬 嗯 難道我去敲阿旺 有電訪門嗎 要阻礙他做二百次座 但是我 我其實完全不會理 你是一個導演 是一個演員明星 還是一個有錢 我不理 我都是朋友 我本身的人 我不知道 是不是簡單 你入行沒有野心的嗎 你一入行 我剛才說 我入錯了行 我根本都不 有野心 如果我有 我選港姐 你覺得你選港姐 真的 那又問些 那時候我本身入行 已經是一個誤會 我不是很想發展 但現在反而我做幕後 是OK 整個節目是我自己教的 那時候都挺好玩的 我自己很想做 做也做不到 還要無緣無故去做娛樂 然後做媽媽 但我妹妹是做了 她在無線財經台 正在財經 她是財經主播 你是做了Cable結婚 是嗎 就是走了才結婚 做…做Cable 其實那時候 我在Cable的時候 我住了賊 是 但是本身那年 打算擺走的時候 就有了 哦 那都有擺的 是不是 很趕著 因為那些老人家 不喜歡 你以為我想 我也不是很想擺 其實很煩 很煩 老人家 老人家腰媽 對 我滿足一些老人家 好吧好吧 隨便吧 然後我就過了NOW 過過NOW 其實過NOW是很搞笑的 嗯 我沒想過結婚的人 找我過NOW 哦 是生了小朋友 我還在照兒子的時候 NOW那邊開 何先生 何麗泉 何麗泉打給你 對 何麗泉找他 有個人打給我 我們這邊開娛樂新聞 我有沒有興趣 我都猜不到 因為我剛剛才生 我沒有想著 他們的媽媽 是 很餓 那我就過了NOW NOW 我做了四年 就是做完四年 我有生小孩 然後我自己開了一間製造公司 即是接有線電視 有線那些 又接ViuTV那些 接服 我有做網後那些 有做監製的 那你有沒有想過 那時候我沒有入友船 那你會 真的會做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 我也是會做新聞的 我一生都是想做新聞的 就算我沒有入友船 我都會繼續看新聞的工 直到見到為止 為什麼你這麼想去做新聞的工 你覺得自己很漂亮 不是啊 以前那時候 其實是愚蠢 以前我都會做記者很帥 是嗎 你看美國的記者多帥 不是嗎 喂 這些官我都疾你了 但現在記者被他按著打 但原來發覺讀錯了 好慘啊 讀的讀錯 入了入錯學 讀錯才入錯學 總之是這樣 都要考空者 但未知 一日未離婚 一日未知 總之要考空者 很難說 你真的想著考空者嗎 總之這樣說 總之跟小孩做到一樣東西 OK 謝謝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祝大家有愉快的周末 下星期再會